解放軍空軍部隊一共有大約 40 萬人員守護國家領控 但軍方近日整治空軍,踢出 43 個士官,指他們不稱職而安排退役 內地傳媒引述空軍政治工作部報導,空軍早前針對 7 個單位糾至當中的積弊問題 包括有士官檔案的年齡曾被圖改,工資過高 又有人被處分後未有記錄入檔案等 三個月整治發現一共有 66 個士官被評定為不稱職 當中 43 人被安排退役 報導說整治在軍中引起很大震動,有後解決部隊一些固有問題 內地去年 11 月起推行軍改,當時強調要深入推進依法和從嚴治軍,實現中國強軍夢 而內地傳媒今次報導有不稱職的士官被安排退役,正值軍改一周年 加上空軍近日開始招募新血入伍 有意見認為,空軍是要突顯過去一年在軍改上取得成績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ro Fox ro Fox ro Fox rof ro Fox